大家好我是實況主DASA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比較實際且現實的問題 自從iPad M停止營運之後 能打iPad的人又更少了 因此我們能理解年紀小 根本沒有經濟能力負擔一台可以打iPad的電腦 到了初社會又下不了手買一台電腦 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在不久前看到iPad上架消息實在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結果沒過多久就受傷害了 我們今天要來談的是 如果你人生第一次組電腦或者換電腦 我該存多少錢 我該準備多少資金呢 因為啊電腦市場瞬息萬變 誰知道是不是明年又全部亂了牌 所以今天主播會教你一些觀念 以及研究買電腦的方法 不全然是對的啦 有更好的方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主播知道 我們開始吧 這邊主播要來給大家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一次到位才不會想東想西 好的東西自然貴 貴的東西自然好 這是不便的道理 如果貴的東西還不好 那就是你人品太差 眼光太瞎啊 所以我第一次買電腦應該準備多少錢呢 不多不少就是十萬 好的CPU才能跑得動iPad 好的顯示卡才能彰顯iPad的好 好的電腦螢幕才能更快鎖爛敵人 好的耳機才能聽到腳步聲 好的鍵盤才能更容易使出聲法 所以是不是貴的東西才能讓打iPad的你更提升呢 如果你講求槍法 聲法 以及技術面 你第一次買電腦就是準備十萬 顯卡一定是4090水冷 CPU一定是最新一代的Intel i9 不然就是AMD最拖核心的那一款 至於記憶體 固態硬碟 電源供應器 一律買最高級的就對了 一次到位才不會想東想西 你要想想一台電腦佔十年 一年一萬塊一個月才八百塊 484很划算 超級划算 好啦 在講解講求APEX技術的電腦之後 我們一定要來講 如果我只是想要一台白給的電腦 我該存多少錢呢 想要白給的你 準備四萬塊就足夠了 如果你的人品夠好 三萬塊就夠了 CPU挑中階款IA5 顯示卡挑1650s足以 記憶體32G不能再低了 現在固態硬碟 隨便買隨便便宜隨便快 不用水冷 原廠風扇就夠 電腦銀部一般般就好 反正只是白給 喇叭買千元內 這邊推薦EDIFER 滑鼠鍵盤有限就好 好一點的 有加電競兩個字即可 不計較 但是以上兩者最重要的 還是網路速度 這邊推薦如果能接線就接線 不能接線就要買3000塊以上的分享器 絕對穩爆 社區網路便宜堪用 中華電信直拉手推 手機網路真的先不要 那我該去哪裡主電腦呢 先到原價網站 估價 覺得不爽再去新亞 千萬不要貪小便宜 找外面電腦商家買主耳機 被當養 絕對不會是第一次 到網路上搜尋 Mobile01 巴哈姆特 PTT Dcard 看大家意見 再來損失自己的配備 絕對不吃虧 社會是險惡的 雖然說我們相信人性本善 但我們還是要降低被當養的機率 如果你只要買電腦 你很幸運看到這些影片 讓主播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已經有電腦了 可以在底下留言 教新手玩家買電腦 如果你剛被當養 那你就這陣子白給一下 下次就不會當了 我是你們的實況主 DSA 電腦配備我都有打在影片說明處 我的配備一定是白給配備 頂規就不用看了 如果不會組電腦 去原家屋點一點 他就會幫你組 如果不放心他們幫你組 自己買零件回來自己組也可以 上網YT查一下 簡單到靠北啊 如果你懶 又想被當養 你就去買現成組合機 保證不後悔 就當做做善事 用錢碾壓技術 10萬塊一定要 如果想白給交朋友 3萬塊就足夠 快去組電腦打iPad吧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